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净化仪,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将人体内的毒素与杂质进行代谢,它能过滤血液,排出代谢垃圾,形成尿液,对人体调节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有着重大意义。 两个肾担负起,全身的净化,一旦出问题,直接威胁健康,可见它是多么的压力山大。 你别看肾脏功能如此强大,但实际上它非常脆弱,需要我们多加爱护。 这是因为肾脏是一个忍耐力极强的器官,它在生病之初,人们往往不会感觉到异样,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也不会受影响。 但是,等到你发现它出了问题时,肾脏早已受损严重,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有可能引起肾脏衰竭,甚至是尿毒症。 因此,积极预防肾病非常重要。 当然,肾损伤的发生虽然隐秘,但也不是毫无症状。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表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 晨起两个表现,提醒你,肾可能出事了。 1. 颜碱浮肿 睡前喝太多水或睡眠时间过长,都可能会导致颜碱或脸部轻微水肿,或是小腿等部位水肿,按压后能立马恢复。 这都是正常现象,但若是晨起时经常出现颜碱浮肿或双腿、双脚水肿,且按压、凹陷部位无法马上恢复的,则要考虑是不是肾脏出现问题了。 这是因为,肾脏作为人体代谢水分的器官,一旦肾脏出现病症,就会导致水电解质调节功能受损,水分无法正常代谢。 2. 则亦在体内积蓄,尤其是颜碱和下肢等部位。 2. 不正常的排尿情况 尿液泡沫多,正常情况下,尿液里的确也会产生泡沫,但它数量少,个头也大,最关键的是泡沫会消失得很快。 但当你发现小便后,尿液表面漂浮着一层细小泡沫,且半个小时都不消失时,就要警惕是蛋白尿了。 3. 这种情况多鉴于各种肾炎,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引起的肾损伤,大意不得。 4. 尿液颜色异常 健康的尿液多成蛋黄透明,就像漆的第一遍淡茶水,当然它也会根据你喝水的量,颜色也会有深浅变化,这都是正常现象。 4. 但若在没有明确原因,尿液颜色持续出现异常,如沉乳黄色,伴有浑浊,灰白色,如同桃米水状等,都要引起重视。 4. 这很有可能是肾炎发出的求救信号,你别错过了。 5. 排尿量忽多忽少 健康的成年人,每天的排尿次数大约在4-6次,尿量约1500-2000毫升。 如果在喝水量几乎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尿量突然变多或变少,则要警惕是肾病的表现。 除此外,当你年龄小于60岁,且排除是孕妇和睡前喝水多的情况下,液尿频繁也要注意。 一般来说,液尿多与肾功能有关,怎样才算液尿频繁呢? 在这给大家一个参考标准,企业次数超过两次,且排尿量大于500毫升。 看到这,大家也别慌,正所谓置不如房,在一切还没到不可挽救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房。 房的重点我们可以放在养肾上,最直接简单的养肾方式,莫过于内调,外养。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下,如何内调外养达到养肾作用的吧。 内调吃三黑,外养按两学,肾一天比一天好。 根据中医五行及脏象理论,黑色竹水、猪肾,很多黑色的食物都有益肾强肾之效, 如黑米、黑豆、黑芝麻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食物。 内调吃三黑,黑米、黑豆、黑芝麻、黑米、滋阴补肾。 中医认为黑米性贫、胃肝、乳皮、胃筋,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胃、明目活血等功效。 想要达到益肾强肾效果,平时煮粥,包饭时不妨加点黑米。 因样推荐,三黑粥做法。 取黑米50克,黑豆20克,洗净后浸泡一碗,熬粥时再加15克黑芝麻一同熬煮。 最后,可按照个人口味,加入食料核桃仁、百合、冰糖等调味。 作用,自饮补肾、意气补血、补肝明目。 黑豆 补肾易肝 黑豆补肾尤其擅长治疗,肾虚阴亏和肾气不足。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倒汗和咽尿多。 但黑豆吃多了容易引起腹胀,这对肠胃不好或平时就容易胃胀的人来说,就最好不要吃了。 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也较成年人差,也不宜多吃。 营养推荐 黑豆汤 做法 取250克黑豆,洗净后入锅加水煮。 等到汤汁粘稠,黑豆熟烂时即可关火取食。 作用 补肾易肝活血解毒,又可以沥水下气。 对于脾虚水肿的人,尤其是下肢水肿明显的人而言,尤为适合。 黑芝麻 补肾润燥 中医认为,黑芝麻胃肝性贫,乳肝经肾经。 本草经书认为,胡麻即黑芝麻,义脾胃,补肝肺,补肝肝肝肝也。 入秋后,吃点黑芝麻不仅有助,一干补肾,还有养血,润燥等作用。 但食欲不佳,大便锡的人,日常是不宜多吃黑芝麻的。 营养推荐 做法 取黑芝麻6克,先炒出香味备用,再取约30克大米,洗净熬煮成粥。 浇熟之际,加入黑芝麻,最后,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适量白砂糖或蜂蜜。 作用 一干补肾,润肠通便,滋阴润燥。 外养 按两穴,肾鱼穴,永泉穴。 肾鱼穴,补肾药穴。 肾鱼穴也是传说中的腰眼,位于人体第二,腰椎脊突下,左右两指宽处。 肠按揉,有氧肾气的作用,也有助缓解腰痛,疲劳,下肢肿胀等症状。 做法 临睡前,全身放松坐在床上,快速搓热手掌后,把手掌捂在肾鱼穴上。 同时,双手反复按摩,致腰部有微热感为佳。 每天五分钟即可。 用全血,温阳补肾药学。 用全血位于足心中央,脚掌前部三分之一交界处。 它作为人体最低的穴位,按摩、热肤或熏洗子穴,有温阳补肾的作用,还能改善睡眠。 做法 临睡前,盘膝而坐,手掌搓热后,紧握脚面,再用手心对搓涌全血,每天按二十下,使其微微发热为宜。 搓动时,应不缓不及,略带节奏感。 养肾补肾,不要陷入误区。 肾脏作为人体重要的器官,不仅平时保护它的健康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要学会一些证别方法,切勿陷入盲目补肾的误区。 误区一,黑色的食物对肾好。 中医认为,黑色食物入肾经,所以经常吃黑色食物具有补肾益气的作用。 但是,并非所有黑颜色的食物都能起到补肾的功效,能否有益是依据食物的性质来决定的,而非颜色,不能一概而论。 误区二,补肾药,补肾保健品越多越好。 很多补肾食物或药物其实是伤肾的,得了肾病再吃补肾保健品,犹如火上浇油。 因为这类保健品都富含浓度很高的营养成分,无形之中会加重肾脏进行代谢的负担。 误区三,肾不好等于性能力弱。 肾功能不好并不会直接影响性能力,更多的是从肾病导致的诸如体力、精力下降等引起的。 影响难性性能力的因素较多,肾功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而已,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补肾。 总而言之,肾脏是人体的根本,担负着为我们的身体代谢废物的巨大使命。 整篇文章提到了关于肾脏出现问题时会有哪些表现,以及如何通过防来达到养肾效果的方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多关注肾脏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安排做些时间,适当增加体育锻炼。 这样才能使身体健康,远离疾病。如出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